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星星猴 咱们今天继续僵尸猎手 这里是第26天 还是为了我们能升级最后的 这个机器为主 因为今天不够 我们需要猎捕僵尸 获得更多的来源 同时完成这关的任务 让僵尸吃掉13个大脑 它这个大脑是从哪来的 这个人都变成了僵尸 不对 好像有一些人会上班 来我们这购买这个僵尸饮品的 他们就是正常人 那些僵尸是如从何来的呢 我感觉这个僵尸 应该是由人类变成的 你可以看到咱们在第二章的话 这个在纽约 自由与神像都已经石沉大海了 肯定是发生过战争 而这里的话 有点像北欧的感觉 夜晚明亮的月亮 还有这些松朔 非常高的雪山 有一种浓浓的北欧风 这边放上 绑指的跑掉啊 然后扔大脑 等它吃掉之后 我们再过来 这里不要着急 因为这个游戏同样也是一个比较慢性子的游戏啊 你看这个血量 三四一十二 二次的八 漂亮 三连电 不要忘记把补浆夹收了 这边还有两个僵尸呢 收完补浆夹 我们就可以去猎捕最后的两个僵尸了 好的 把补浆夹放在上面 最好是让我们用枪把它抓到啊 但电击枪咱们目前先不用 不好 出现狼了 我去 这一波 真的是超坑啊 还好 没有浪费掉补浆夹 这个补浆夹 先把狼给抓掉了 然后这个狼挂了以后 这个小僵尸就跑了 然后它被我们第二个补浆夹给抓到了 终于啊 这个第三章获得了一枚金牌 但金牌也没什么用 咱们目前还是 没有第三张的僵尸王 所以说还是主要以升级为准 因为等解锁了第四章 有更强的武器 来重打第三章的话 获得金牌也相对容易一些 其实我更喜欢 这个地里有一个僵尸这种啊 两个也行 三个僵尸就比较坑了 三个僵尸我们一次性能扔出三个大脑 他们三个人是吃掉三个 那肯定没有一个僵尸吃掉三个要划算的 这一个僵尸吃三个 我们真是驴翁得利啊 因为一个僵尸好抓呀 还是放上补浆夹 防止僵尸跑掉 换成变机枪吧 哎 怎么上去了他 不好 这个位置真坑 没有卡住 我记得在下边是能卡住的 可能他这个地图的设计的位置 没有这个坡度不够 好 扔出大脑 咱们再吃三个的话 是十一个 先放补浆夹 在下边猫着 换上瑟瑟拉枪 我去 怎么又是这个狼啊 这个狼一出现就比较坑了 那么就僵尸跑掉了 没关系 咱们还有最后一个探测器 好的 扔出大脑 尽情等待 好 这次卡住了 贴墙边往上卡 没问题 七手一抓 漂亮 还剩最后三个 僵尸的话 这一关是七 是七个僵尸 哎 这有点多呀 好像都是六个八个 都是双数 这一关是单数 没有狼 就是最好的 一旦出现狼 那么游戏都是比较坑的 好的 都吃满 抓 哎 漂亮 还剩最后三个 游戏呢 依然是五星评价 整体 非常不错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急性子的人 那么不推荐玩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在后期 是需要一个慢性子养成的 过去居然出个狼 那么本期游戏呢 到这里也要结束了 这个狼竟然害我们要团命 那么在后期 我们也会推出 僵尸猎手的更多精彩视频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